第26題 他說在講座的桌面上放30本理化課本之後 請問你書本對桌面產生的垂直作用力F 壓力P 跟摩擦力小F 各是多少 那麼這一題所需要的資料在題組的最前面的文字上有說明 他說 他已經告訴我 每一個 理化課本的大小是這麼多 那麼重量呢是600克重 所以一本課本的重量呢是600 那我總共放了30本 所以呢我總共的重量呢就會有 18000克重 也就是大概18公斤重 18公斤重 然後呢這個東西壓在桌面上 桌面當然就是所謂的 用長跟寬來壓在桌面上 然後他的壓力多少 那根據我們的公式呢 壓力的公式叫P等於F除以A 所以呢就是我的正向力大小除以我的作用面積 那我們剛才我們的力量大概就是我的這裡就是我的重量 剛才已經算出來了 有18000克重 然後呢 我的面積呢就是他的長跟寬 那就是20乘以30 也就是所謂的600 所以呢我的面積呢有600平方公分 然後呢我的上面的壓的重量呢有18000 好所以呢這樣子做完了消掉之後呢 我們就知道我們的 壓力呢 有每平方公分呢 30克重 那摩擦力呢 因為這裡擺在這裡並沒有動 既沒有向左也沒有向右 並沒有外力 我們講過了東西不動的力叫做 摩擦力叫做近摩擦力 近摩擦力呢會等於外力 這題的並沒有是外力 所以就沒有所謂的近摩擦力 所以摩擦力應該是0 所以呢我們的答案是 我們的施的力量呢 我們的壓下去的垂直作用力呢 有18000克重 而我們的壓力呢 有每平方公分30克重 而我們的摩擦力呢是0 所以看一看呢我們就知道 這題呢我們答案要選B 然後呢垂直作用力是18000克重 壓力大小是每平方公分30克重 而摩擦力呢是0 我們答案呢26題答案呢我們選的是B 國诡计 是是的